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今天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电影《超完美加政府》 AI科技走到尽头是协助人类还是取代人类呢? 最近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做《超完美加政府》 被誉为是成人版的挚有梅根 有趣的是呢 《超完美加政府》他直接找来变形金刚第一集的那个女主角 梅根·弗斯克 她也是叫做梅根来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导演非常的幽默 而男主角呢也是话题男性 找来前几年大尺度Netflix的电影《禁锢之遇》的男主 米歇尔·莫罗尼来演出这个角色 那两个人就是他们的那个性张力非常的强 只要是他们两个对系的时候 你都觉得说那很围绕着性感的氛围 那今天就来聊聊《超完美加政府》 这部电影到底好看在哪里 但首先就必须先来讲一下 就现在什么ChargeBT啊 AI科技已经慢慢的融入人类的生活跟工作之中 更不用说在未来 可能会量产出各式各样的机器人 像它会有医生的机器人 或是服务生在酒吧里面端茶水啊 或是调酒的机器人 亦或是工人的机器人 它会帮你建造工程 当然还有像这部电影的命题 《家政府》 它会帮你打扫家里顾小孩啊 或是当你们家的管家或助理 而这部电影的设定 就在未来不远的将来 就是机器人会融入大家的生活之中 故事的主轴就放在一对夫妻 妻子意外的生病 然后男子因为他有一儿一女 需要自己独立的照顾 但在这个时空背景下 他还要自己工作 还要照顾小孩 所以他就去看那个机器人展 在这个机器人展的展览会上面 女儿就发现了一个女机器人 甚至算是家政府机器人 就可以帮忙打扫家里顾小孩这样子 那这个男主角就觉得说 很像买了这个机器人之后 可以协助一些家务啊 然后可以解决家装很多的问题 结果没想到 却逐渐的让他的生活变得失控 威胁到这个男主角尼克 跟他家人的性命 而这大概就是整个电影的走向 那讲到这边 就来聊聊这部电影的看点 第一个就是缺工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议题 放在这部电影里面 虽然它的篇幅不多 但你确实可以去想象 未来的生活之中 很多工作都有可能被机器人取代 就像是这个电影里面 它可能你看那个酒吧 调酒师 端餐盘的 点菜的 那些人都是机器人 他长得就跟一般的人一样 还有像他医院里面的医生 甚至是护士 都有可能就是机器人 来代替人类去做这些工作 代替人类去开刀 那更不用说 就刚刚说的家政妇这块 在家里面可能还有各式各样 不一样的年纪 不一样的性别 不一样的长相 你都可以选购他们回去 帮你做家事 而在这个不远的将来 大家就会好奇 是哇 那真的会方便很多 但同时这部电影 聊到一点点 关于以前 可能大家在做工程的时候 会考量说 人力的成本 还有缺工的问题 像现在全球 因为工资调涨 人力成本变得比较高 那对等的 很多人也不想去做一些 相对出界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 你又要有这些人 来填补这些劳力的空缺 但你又不想花太多钱的时候 机器人 如果可以填补这个位置的话 那大家相信比较之下 觉得用机器人 相信比较便宜 之外 还有可以24小时的 赶工工作 不会嫌累 你也不用担心说 他会生病 大不了就是维修这样 这个世界观 我觉得是有趣的 比起那个《自由梅根》 大家都拿这两部电影 做比较 我觉得他的这个世界观 其实反而是 他可以去操作 跟去琢磨 但很可惜 他反而就是带到 或点到为止 那说到跟 《自由梅根》的比较 当年《自由梅根》上映的时候 大家比较常 把恰吉 跟他做比较 就是把它当作是玩具 或是辅佐 小孩子成长的一个工具 但你看到现在 这部新的 《超完美佳政府》 他其实的命题 你会以为这个题材 跟《自由梅根》 跟《自由梅根》很类似 但这个导演自己 很像也发现这个问题 他在秀榜的时候 就表示说 其实《自由梅根》上映的时候 《超完美佳政府》 就已经拍完了 但他自己看完《自由梅根》 他也觉得 很像有一些东西 有点太过相似 所以他就删掉了一个场景 因为他觉得 跟《自由梅根》有点像 所以他就跟着 只把它剪掉 但他觉得 《超完美佳政府》 他讲述的故事 或是他里面的剧情设定 就是更成人导向 主要是琢磨在夫妻 或关系的决裂 还有家庭里面的一些 会出现的问题 但《自由梅根》 比较锁在这根小朋友 或是AI影响家庭这一块 那当然你要说 他们都是AI机器人 进入家庭 其实灵感发想 是蛮相似的 更不用讲 《自由梅根》 他叫梅根 然后幽默是 就是梅根Fox 来演这个家政妇 就是大家 我觉得这关联性 有点太强了 但我必须说 女主角这个选角呢 我觉得算是 非常正确的选择 因为梅根Fox 本人真的长得 太像AI机器人 她就是一个身材 很不合理 然后虽然她近几年 就是有动一些医美 现在看着有点胶感 但因为这个胶感 反而让她更像机器人 过往她在演 《变形金刚》 那个系列的时候 还是那种 17、18岁的少女 所以那时候 没有太多的医美痕迹 就是很天然的感觉 但近几年 她就是开始会 动一些小的手术 所以她整个看起来 其实太过于精致 而这个精致感 的确跟这个机器人 非常的吻合 但很多人都说 她最近长得 很像King Kardashian 我当初也觉得说 对她那个嘴唇 真的打得有点太厚 但不得不说 这个角色 对她来说是 蛮适合她的 因为她整个身形 跟整个散发出来的 那个气质 就是你要说是 恐怖谷的效应吗 就是她已经太完美到 她又将她 有点医美那个胶感 就有点 就是让你觉得说 她似人非人 但必须说 她的那个古怪程度 没有像志勇梅根 志勇梅根 看起来就是很creepy 她里面那些设定 扎眼睛 或是那个动的感觉 就是很明显 像机器人 但这个超完美 加征服务 就是你感受得到 她演技的时候 没有特别去强调说 她是那种 关节会卡卡的 或是 整个动作 很像机器 她没有刻意 去强调这一块 但在细节的部分 其实 美根Fox 在受访的时候 也表示说 她其实 比较希望 自己的动作 像芭蕾舞者 缓慢精准 但是 她有些细节 还是有设计过 像 她就会减少 扎眼的次数 整个散发出了 你也会觉得说 就是有点 诡异的感觉 那男主角的部分 就叫做米歇尔 莫罗尼 我觉得她来演 这个男主角的角色 真的就是要呼应 女主角 因为女主角的 那个气场 跟那个 性张力实在太强 如果男主角 相对而言 是一个 就是长相 相对而言 没有这么有 性的那个 诱惑力的话 就会被吃掉 所以她找了 这个男主角 她之前也是 以尺度爆大 那部禁锢之欲 而爆红 所以两个人 在性感这一块 算是不分选知 那讲到男主角 她在这里面的设定 大家每次 她出现在荧幕上面 大家都说 她就是一个 很帅 很性感的象征 但我看 那个专访的时候 男主角受访说 如果你认识 私底下的我 你就不会觉得 我是什么性感象征 她至今都不觉得 自己有哪里性感 她就是要 谢谢那个 禁锢之欲 把她拍得很性感 因为她在里面是演一个 很帅 然后很英俊的 黑道老大 所以大家会把她 视为是一个 很性感的象征 但其实她说 她本人跟角色 是差非常多的 那再讲回这部电影 里面的这个 家政妇 就是长得这么漂亮 这么的辣 但她在家里 做家事 所以很多人 就要讨论说 这是男人的梦想 女人的噩梦吗 在里面饰演 就是男主角 尼克的妻子 她说她在演这部戏的时候 其实她看到 第一眼这个 家政妇出现在 她的病房里面 跟她打招呼 她就是对她上下打量 然后男主角 就觉得很有趣 她说原来这是 真实 如果女生 看到一个家政妇 长这样子 看到这样的 AI机器人 是会有这样 吃醋的反应 她才意识到说 对啦 这样一般夫妻 就是会有那种 生气的感觉 就是我叫你去 买一个管家 买一个可以帮我 整理家务的机器人 但是你却给我买 这种的回来 就是会觉得男生 意图不贵 我觉得这个设定 也是蛮有趣的 里面这个 家政妇机器人 叫做Alice Alice呢 她在里面的设定 就是她就是 使命必达 她的职责 就是要保护 购买她的 这个购买者 所以你乍看之下 你会觉得 她里面的这些 作为为什么 这么的疯狂 跟疯癫 但其实她里面 有一些小小的 细节设定 就是说 因为她买了 这个机器之后 尼克对她 下了一些指令 说她可以选择性的 删除一些记忆 一些档案 她经过这个允许 所以她可能就 脑中无限的上纲 她就把 我要保护 我这个购买者 当成是首要任务 所以反而 因为她删掉一些 不该删的 一些限制 让她做事情 就变得是 非常的没有尺度 而她其实一直来 里面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她是不是爱上男主角 或是 她是不是吃醋 但其实有可能 她单纯 就是在执行 她的任务 我觉得这个设定 反而比起 她爱上男主角 更来得有说服力 更有趣 因为如果她爱上男主角 你就觉得 又掉入那个 八股的剧本设定 但我觉得 这部电影 还是有很多 可惜之处 就是像这样子的 机器人AI 题材的近几年 其实应该是非常火的 一个主题 而且她发挥空间 非常大 她很呼应时事 再来就是 因为AI机器人 这件事情 现在还没有普及 也没有真的被做出来 说可以放到 你的家里面去 或是当成服务生 但你就会对于 她这个故事的宇宙观 会很好奇说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过 这个机器人 可能未来会真的 走进我们的生活 在医院里面 她会帮我开刀 在餐厅里面 她会帮我端餐盘 那同理 她也去探讨说 那这些机器人 大量的生产 又成本相对 比较低的装置下 真实人类的工作 只缺是不是 会被机器人给取代 所以我觉得 这个命题 其实还有很多 可以发挥的地方 但是你就看到 这个剧本 就都点到为止 再来就是 关于电影预告的部分 真的是你看完 她的电影预告 你大概八九不离十 就可以猜到 她整个剧情的走向 可以说是 没有太多的心意 但至少 就是我刚刚讲 她没有让机器人 爱上真实人类 这么老梗的设定 但硬要讲就是 她铺陈可以预期 收尾有一点 潦草仓处 但至少 她在刚刚说的 世界观 就是未来 机器人 进入人类世界 这个世界观 我觉得这个观点 是蛮有趣的 那再来就是 关于说 她里面 真的是演给你看 未来你可以看到 有人在帮你开刀 工人建造房子 餐厅的服务生 你身边会围绕着 大量的机器人 而这个设定 会让你觉得 蛮有趣的 而且你真的 自己也没有想过 甚至可以去探讨 关于AI 跟人类之间的 那个边界 道德到底在哪里 就是有些事情 哪边是她可以做 哪些是不能做的 但她这部电影 后面是有续集的包袱 你可以看到 后面可能是 如果票房不错的话 可能会有续集 整体她的走向 可以预期 然后就是贩售 男女主角的颜值 加上她的选题 就是近几年 比较红的AI议题 还有关于机器人 就是可惜在故事 比较少 有自己读到的见解 就会变得比较扁平一点 蛮可惜的 在此推荐给你这部电影 好啦 那就今天关于说 超完美家政富的 电影小介绍 最后我要推荐一间 位于首尔汉南洞的美食 叫做汉南洞 24小时马铃薯豬骨汤 我之所以会发现这间店呢 是我之前在看一个 YouTube的访问 因为就是常去韩国 所以偶尔看到有人在介绍 韩国美食 我就看一下 但有趣的是介绍人 不是这个YouTuber 是一个艺人 叫做许如云去接受 这个YouTuber的访问 他说他长期 因为他老公是韩国人 所以他会住在韩国 而且他住在汉南洞附近 他就说他家住附近 他常来吃这间店 就是这间马铃薯豬骨汤呢 有趣的是你听他的名字 叫做马铃薯豬骨汤 你suppose你会以为说 那就是要点豬骨汤 他最有名不是招牌是这个吗 但其实不是他们店内的招牌呢 不是豬骨汤 而是辣顿排骨 连许如云都说 辣顿排骨比豬骨汤好吃 那一进去 你们就满满的名人签名 他的那个豬骨呢 就是看似端上啊 你会吓到说 哇这个堆得像小山一样 会不会太多 但其实不要被视觉给骗了 因为他里面的骨头 占比真的很大 但里面的肉夹的就碎掉 但基本上吃一吃 你不会觉得 真的薄到块土 就基本上是合理的 甚至是你吃完这个辣顿年糕 你可以跟他说你要加饭 他会把后面的这个酱料呢 跟饭就拌在一起 会变得有点像锅巴饭 所以就是一定吃得饱 那我本身对于汤这件事情 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 所以像这种干炒的排骨 我个人就觉得非常重我的心 那你本身如果是 也不喜欢喝汤的话 我觉得不妨可以来尝尝这个辣顿排骨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盘影片 我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线东都会发很多 有趣的其实新闻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好啦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对今天的主题 你有各种意见看法 或疑难杂症 都欢迎到IG或是Threads跟我做互动 只有今天的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 好吗 太简直了 不给我 好 principal 一 两 转 第 转 转 转